透過畫面可以看到一輛白色轎車行駛而來 衝撞前方警車 接著又擦撞到後方的警車 但車輛明明就已經被包夾 駕駛還試圖開車門 想要逃逸 多名遠景看見後 馬上包圍車輛 但駕駛竟然還不斷踩油門 遠景情急之下 使用緊棍破窗 強行將駕駛拉下車 壓制逮捕 帶您聽目擊民眾的說法 驚險警匪圍捕案件就發生在十八號下午五點 四十歲許姓嫌犯因為涉及毒品遭到通緝 遠景發現他的踪影後 展開跟肩行動 一路尾隨他五個多小時 在中立區松江北路上準備逮人 沒有想到許姓通緝犯不但不配合攔檢 還開車加速逃逸 甚至衝撞警車 帶您聽警方的說法 同情犯不顧危險 開車衝撞警車 還要試圖逃逸 最後還是被警方給逮到 狼狽落網 再結束 請說